來,我們到了收藏家小楊的家裡 我們又來看到一台很厲害的電飾 這一台呢 是什麼樣的電飾呢? 哦,這一台是 IAC SHOV出的 然後它是 超韌電飾 超韌電飾耶 對,它的代號是SF-1 哦,就是這一個 它就是插超韌卡帶 好,我們把卡帶插進去 哇 這個也很久了,這個電飾 是啊 它的問世大約是1990年 像它這些都是屬於原廠配件 上面還有它特殊的字 對 就是它專用的 雖然它也是一樣可以使用我們一般超韌的 一樣的 對,它一樣的接頭 但是它的配件上 跟超韌不同的是它有 上面的字體會不一樣 像當時我們都是用AV端子 或是轉成RGB輸出 對 然後它這個機板裡面是 附的是 S端子 它等於是比 AV端子還要更細緻 我以前家裡要是有一台這個也是很厲害 是啊 也不用買超韌 那這個的話,在那個時候其實比較多了 AV端子 對 它是單一 對 所以它只有 對,它有印象跟聲音 所以它功用可以更多 它的使用上會比C1還要方便 就是你可以外接 你可以外接一個 對 然後我們看上面的是 它那個時候 他們所設定的是 外接的 外接 如果你覺得這台電視太小 你可以用超韌的 那個輸出的那個端子線 直接再把它拉到別的電視去 經過它 對 再把畫面送出去 送出來 所以那個時候 它這台就只是一個超韌的端子 對對對 他們那個時候 有時候要做一個擴充 延伸嘛 延伸它 就像我們任天堂有磁碟機一樣 嗯 但是那個時候因為 沒有做什麼 後來就沒有 好像沒有什麼擴充的東西 應該他們是說 這個開發計畫中止 對 因為中止以後 像 我所知道的是 大家有所謂的 攔截者 嗯 有沒有擦那個超韌啊 然後上面 放可以用磁碟片啊 對 然後他們本來是 這個地方是 預計要 就跟我們超韌主機上的一樣 一般我們超韌主機在你 底部打開 下面會有一片 你把它拉開 你就會看到 也有一個這個 對 它這是本來是要 擴充的端子 然後後來這個就是 沒有再使用了 90年代它販售的時候 它總共做了兩個尺寸 一個是 14吋 就是你現在看到我這一台 然後 另外一個是 21吋 對 那在 21吋的 據知名人士表示 在 台北的 地下街 某個店舖 它有一台 但是那個就是它的展示機 所以它就說 那是展示機 21吋 它相對的就大很多 像這一台啊 當時14吋的售價 在90年代的時候 它大約是 10萬日幣 然後21吋的 是 13萬3日幣 比較 基本的收藏 可能有的收藏家 在這個地方 這個蓋子 其實我現在都很少在看 我為大家看一下 這個蓋子啊 它很脆弱 對 像有的 它這個蓋子就已經破掉 斷掉 斷掉不在了 對 那像我這一台是 它還在的 所以它的品牌是比較玩的 在那個時代 這功能已經很好了 很好了 然後你又可以看電視 它又可以打電動 對啊 然後 它的顯示就是 直接輸出的 所以 它的色澤 它表現上 真的算不錯 小時候 找朋友來家裡玩這個 太厲害了 就是因為小時候沒有 所以現在才找朋友來玩 我們那個年代啊 大家都是 家裡不准買 因為你要念書 你要 你要認真去考試 小時候你要買一個這個卡 哇 那個 就要很努力 唸書 那第一名 全三名才可以啦 對啊 你要功課要很努力啊 家庭長 才會讓你獎勵 所以 像現在這些收藏品 都是一些小時候的 沒有玩到 它現在有了 像 有這個緣分 然後 收藏到了 對 就把它好好收起來 好 對 我們謝謝小楊 跟我們介紹 這麼多有趣的 遊戲機 不客氣 我們下次再請小楊 跟我們分享一下 更有趣的收藏 好 沒問題 謝謝各位喔 拜拜